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日下来在新加坡的数码转型办事处 他们也会有1000名数码大师 慢慢的你会在社区当中看到他们 在咖啡店 在巴刹 或者是在小贩中心 都可能见到他们 他们就是要手把手的教你 怎么样的去运用数码科技 比如说电子付款等等 那如果你是摊主的话 如果你使用电子付费的话 有关当局也会给你一定的奖励 你要了解更多详细的话 到sdo.gov.sg就可以了 好 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做菜了 Chef今天要教我们做的是这个 雪鱼味噌 雪鱼味噌鱼 哇 这个香煎味噌就是味噌鱼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需要的材料 OK 好 大家好 OK 今天我想展示的是雪鱼味噌 顾名师一定要有味噌 然后我的材料有 洋葱 蒜片 姜片 Spring onion 就是那个葱 有那个胡椒粉 糖 盐 还有少许的鸡粉 然后我们有那个两种酒 一种是Chinese wine 就是所谓的 我们家庭式的白米酒 白米酒 还有这个就是marine 就是日本酒 麻油 然后它的配料有 我会做一小小粒的那个 珍珠 珍珠 都在那个撒在雪鱼上面的 OK 有三种 Carrot Japanese cucumber 还有Potato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要用的就是 Bunito Bunito frit 听过Bunito frit Bunito frit是属于一种日本柴鱼 它好像木头这样 所以它把它去片变成很薄很薄 不过它的味道非常非常好 配雪鱼很好用 嗯 在很多那个日式煎饼上面都会用到 都用到 对 你放上去它好像会活 对 会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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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通常我们不要用 因为它在冷的地方 它的鱼片特别厚 保暖 对 保暖 在深海鱼 通常它们的油脂比较高 因为保护自己嘛 所以它们的油脂脂肪会高一点 所以吃起来很爽口 OK 很多人喜欢吃深海鱼就是因为它的油 对 油油的感觉 对 你可以用中间的部分 用尾部 我今天用尾部 用尾部的处理地 我们要把这两边 跟它整理平先 它中间的骨 骨也先拿出来 所以你把旁边这两边 跟它稍微画一下 是不是注重美感的 对 所以这一刀画下去 是为了让它摆盘的时候 看起来很美 对 没有 因为今天 现在我要取出那个皮 好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 整个皮拿掉 整个皮拿掉 OK 所以煮的时候没有必要皮 不要皮 不要皮 这很纠结 对 因为我们其实常常在吃煎鱼的时候 就喜欢吃鱼皮 你看你把它 因为它厚嘛 所以是蛮容易处理的 OK 所以我们把它从旁边这样慢慢划 45度 好 45度划下去 OK 你看你刀划下去很快就出来了 你看 让它慢慢慢慢去 你看它就是完整的一片出来了 嗯 它有一片 对 所以这个好像可以做back 可以做 真的 古代人有拿去做鞋子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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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把它切两片 所以方便我摆盘 因为我要把它四周围 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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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比较好吃 OK 所以第一 我就要把它切一片先 两片 嗯 所以我要鞋子 鞋子 但是有一些料理 他们还是会用鞋鱼的皮 对不对 只是因为你今天处理 你觉得比较健康 比较健康 就是它没有这么 所以你要处理鞋鞋 一皮可以 不过你要煎到非常非常的脆 OK 不过 鞋子 鞋子 鞋子太硬了 太过手 嗯 OK 少许的盐跟胡椒粉 嗯 炸它上面 好 然后就是 OK 我们烤到它的 烤到 我们用 煎水 我们用大火 大火 对 记得 鞋鱼 它本身有很多油 所以我们的油 不需要太多 嗯 少许的油就可以了 就在深海鱼里面 除了它的皮 那个油脂比较多一点的话 它肉质里面 其实也是有那个 我们讲的Omega 3 对 可是鱼的Omega 3 都是在它的肝里面 对 所以我们才会吃那个 鱼肝油 对 对 它呈现了 所以吃鱼的话 它在享受那个鱼肉的口感 对 还有那个味道 鲜滑跟它的味道 你看 那个盐热的时候 我们可以放少许就好 不要太多 少许就好 OK 所以现在只是撒了盐 跟胡椒粉 就先煎 先煎 煎了我就放一边 然后我就用这个 用回这个锅 我会炒那个酱 他学医的酱 OK 第一 我就是 你看有腌出来 你可以放下去 记得 当你放鱼的时候 鱼肉要向外 不要向内 向内你会烫到自己 OK 轻轻地放下去 轻轻放下去 可以了 现在我们很方便 因为它不会粘锅的 所以我们煎起来非常方便 甚至我不需要放粉 是很健康 对 不要放粉 师傅你今天的这个食谱 就是它的酱料来讲的话 它可以搭其他的鱼吗 酱料可以 其他鱼也可以 不过我建议 其他鱼你不要 不要烤得太熟 所以火锅要控制好一点 OK 好像那个三文鱼 它的味道 那个三文鱼的味道 本身就比较重 会适合这样的酱料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嗯 其他的海鲜呢 像我很喜欢吃虾肉 嗯 它可以搭这个味增 虾肉也是咯 我觉得虾肉它很快熟 比如雪鱼我用大概是七分钟 对不对 虾肉你三分钟就要 要拿出来 虾肉大概是用炒 你可以炒 你可以炒 炒了再 像我这个方法 把它蒸在里面也是行 也是可以的 你看一种酱料可以有很多 百搭 不同的做法 是 嗯 我记得以前有那个另外一个厨师 他在说那个碳足跡比较低的鱼 嗯 因为我们水域附近的鱼啊 好像 Barramandi啊 嗯 Grupper啊 它本地养殖的 对对对 对对 它是有比较没有味道 应该可以配吧 也是可以 因为味增的话 它原本是水比较 嗯 那个味很厚 很浓 嗯 嗯 好香哦 因为今天我做的是有点温热法 嗯 温热法 我们几次用到味增的话呢 好像都是用在海鲜上面 是 对对 你看我 不会用在其他肉类吗 啊 味增哈 对 味增肉类他们做味增汤 来蒜 蒜那个肉 蒜羊肉 蒜肉吃 对像火锅这样 最好是把四周围跟它焖 好 就拿起来 对 你四周围热 它就会热掉那个 它的水分 嗯 那水分就不会跑出来 是不是有烤的味道了 嗯 所以其实煎的 这个第一个步骤 是要先把那个鱼本身的那个水分 锁住 锁住 所以这样子那个 那个肉后面吃的时候 它就一样保持那个嫩滑 对 它会锁住它的水分 它就不会跑出来 因为我在想要后面才煎不是好吗 是啊 一起煎 不是跟味增一起煎 你是先煎了它 先煎先 对 因为第一煎你有那个烤的味道 它有那个烤的味道 所以你跟没有烤 假设你把整片鱼这样放 好像清蒸 对 它没有那种烤的 现在是清蒸跟挞 挞的味道不同 现在好了 我们可以拿一边 有些时候我们在家里 还蛮怕用煎炸的 那有烤箱的朋友 有烤箱的朋友 可不可以直接放进去 也可以 也可以 现在我们用回它原本的味道 来炸一点麻油 炸麻油 炸麻油 然后我们可以先把那个酱炸 我现在要装那个酱 OK 所以你是用麻油来炒 对 麻油来炒 OK 麻油 闻了会醉的 然后刚才 刚才Chef在介绍那个配料的时候 有两种酒 会吃鲜醉 还有那个蒜头 蒜 哇 麻油的味道出来了 对 这两个先要炸香先 闻到麻油就想到做月子 对 麻油鸡 还有那个葱也是 芬芙 这有点葱细和平 葱细和平 OK 好 炸香了之后 味道就是 麻辣香味炸出来 炸出来 炸出来我们就可以用那个 Chinese wine 那个烧心还是花雕都可以 嗯 放进去 我没有印象日本菜肴 是不是常用那个麻油 韩式我们记得谈过 韩式呀 还是比较少一点 对 还有米萝 嗯 米萝我们先放一半先 OK 留一半等下我会把它 我再放到里面 好 好 现在有流行的融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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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把亚洲跟那个西方的口味 嗯 就是融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Chef Tan 他对于那个法式菜肴呢 特别的拿手 对 对 就是前几次都是学了一些法式菜肴 那今天看到的是比较那个中西合并的一个菜肴 好了我们可以下大概是200ml的水 嗯 这个200ml的水是要盖那个雪鱼盖一半 嗯 就是一半在上面 一半的雪鱼在上面 一半的雪鱼在上面 一半的雪鱼在下面 OK 给它滚 这样子的话 那个鱼才可以 就是 焖到 对 就是 吸收那个水分 就是焖法 一半焖一半在上面 OK 所以它上面还是会去的 哦 它们还会去的 OK 所以我们放一碳湿的米萝 这个注意不要放太多 因为它本色带很咸 米萝有很多种 对 对 要怎么选呢 今天我用的米萝是 我是用日本的 我不要喜欢用日本的 因为日本的米萝有百国年历史 所以它们的味道很香 很香 本地还买得到哪一些地方的米萝 你可以去那个超市场 购物购物啦 Finance都有 他们都有卖 韩国也有它们的味道 韩国也有 韩国有 不过我觉得韩国的米萝还是 不比这个好 嗯 日本的米萝比较香 嗯 等下我们可以try一下它味道 他们主要饮食当中 用的米萝用的比较多 是 而且它跟那个韩国 韩国我们讲泡菜 对 每一个地区每个家庭 每一家店 他们的泡菜不一样的 可是上次我们在做日本菜 都是有谈到 对对对 米萝也是这样子 对每个地方来的味道都放不一样的材料 对对 你现在放米 巴尼是吗 嗯 这个好了之后我们就把那个雪鱼放上去 其实那个雪鱼已经熟了是吗 不熟 不熟的 半熟而已 嗯 然后我们这样 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关小火 嗯 关小火 我们就把它盖住 要焖多久 五分钟 五分钟 我们焖五分钟就可以了 盖住 现在我们在选雪鱼的话 那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另一个雪鱼的话呢 因为它整条鱼 有时候它会损坏 嗯 可能被咬到啦 被鱼咬到啦 不然就是不小心碰到啊 它的雪鱼的时候 它有呈现黑色还是红色的时候 那个雪鱼就不是很完美 嗯 所以真正的雪鱼是整片白 雪白的 那还是比较完美的雪鱼 OK 所以大家去超市也好 或者去市场买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一下 因为我自己觉得雪鱼还蛮难的 对 是啊 因为很多雪鱼都是冷冻的嘛 而且你知道以前 妈妈跟你讲说 雪鱼很容易的 你去巴刹 你看那个鱼眼睛啊 它有没有陷下去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 其实深海鱼很多 因为它很大条嘛 所以其实我们在超市买的时候 它已经切成一块一块 对 不然就是冷冻的 通常都是冷冻 对 通常冷冻 因为雪鱼它很大条 对 很大条 有些你可以买整个鱼的 不过整个鱼这样大 这个鱼 这个鱼 那个叫什么 咖啡鱼 对 那个鱼也是有 里面中间有一个鱼 对 这个没有 这个我用尾部 尾部也是比较厉 比较厉 比较好吃 比较健康 OK 这个好了 我们现在我教大家怎么做 那个 每个药物 每个药物 今天我用的药物有三种 Carrot Japanese Cucumber 还有Potato 三种 这是今天我做这个雪鱼的配料 好 然后我需要的一个工具 叫Per Scoop Per Scoop OK 它是好像有些人家 不过它比较小 很小 第一我们就是 靠珍珠的这个 是珍珠 所以 一样五分钟好了 我们就关掉 关掉 给它闷 给它闷 我们可以放一边先 好 给它闷 就让它继续闷着 这样闷着 OK 闷着先 因为现在我们要做那个Sauce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我们已经看到成品了 没有 OK 好了就是 一样好 转一个圆圈 掏出很多美丽的珠子 珠子 那天我们就在讲说 因为那天我们是用比较大的 那个球嘛 然后掏完了之后 就不浪费这个蔬菜的话呢 Chef就说 我们可以拿去煮蔬菜汤 对 对 你可以掏那个黄瓜 那个红萝卜 还有马铃薯 这三种放在一起 再加一点什么 大葱什么的 对 就可以煮汤 煮汤 假使你要Sauce 也可以切片 你切片 就是切片 你就可以做Sauce 它有不一样的造型 造型 不要浪费 对 那我自己觉得拿来煮蔬菜汤 不错 不错 比较方便 而且那种就是 萝卜 马铃薯 再加那个黄瓜 再加一点大葱 再去煮的 我觉得那个汤特别好喝 不要甜 可是蔬菜要熬很久 才会熬出那个甜味的 蔬菜大概 我们要熬半个小时 至少 至少半个小时 好了 就放一边 这个Carrot也是一样 嗯 远看好像那个Carrot 对 一个Tong 很可爱哦 这样的形状 对 可以变小孩 多吃餐 包括注重外观 嗯 摆盘方面非常的在意 那其实我们今天讲到就是吃 这个海鲜啊 然后我们也说其实在饮食当中呢 其实鱼是一个蛮重要的 嗯 海鲜尤其是鱼 是一个蛮重要的 对 他给我们什么呢 他就给我们大白质啊 嗯 可是鱼的比较瘦嘛 嗯 变那么肥 如果跟其他的 嗯 大白质的食物比的话 好像猪肉 牛肉 鸡肉 鱼是属于比较 lean 脂肪比较少的 对 所以比较健康 嗯 其实我自己本身越来越喜欢吃鱼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容易消化 嗯 所以你吃肉 你觉得好像 很油腻 很油腻 然后它要消化的话呢 比较难一点 对比较 对健康也没那么好 因为那个饱和脂肪比较高 是 会提高我们的胆固醇 嗯 嗯 新加坡的话呢 我们有那个 很多人喜欢吃的 像煎鱼啊 麦克勒啊 嗯 对 然后还有 清蒸在很多籍罐里面 都是一道很重要的鱼 是 像清蒸鱼鱼啊 对 对不对 鱼鱼 嗯 老鼠班这些 在中餐是非常非常实行 在我们西餐 我们比较喜欢把它感觉 嗯 我们不 我们很少 很少看到圆形 我们很少看到圆形 整条的很少 对 因为我们喜欢把它方便 顾客吃 嗯 不需要你再哇 再哇 不需要 我们已经把你全部没有鼓的 所以你可以 叙述放在嘴巴里 慢慢享受 对 我以前在澳洲读书的时候 就是买鱼啊 都是没有看到那个鱼鱼的 没有鼓的 对 鱼鱼反而是那种很便宜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那个瑞典生活 他们一年当中啊 大概只有一次会看到整条鱼 哈哈 就是刚刚过就是那个种下夜 Midsummer的时候 嗯 不知道是他们家传统 还是瑞典的传统 我倒没有问清楚了 但是呢 只有在那一天呢 他们会就是 背一只 好大只的那个三文鱼 很讲究的 对 就是然后放很多香料什么的 对 就唯一那一天 你看到有一条鱼 对 平常的话大概 因为他们吃很多三文鱼嘛 所以平常你大概只看到 对 那个我们叫做Grills Manned salmon 嗯 我们不会把整条三文鱼 用盐盖住 盐 香料盐盖住 来用签子把它包起来 然后整只放在烤盐盖 烤 大概是烤大概是45分钟 哇 所以因为要整只嘛 嗯 所以你打开吃 那个皮你可以放开 嗯 放开整只上文鱼的皮 所以我们直接在那个肉切来吃 嗯 那个是很传统的 很传统的 对 我记得以前呢 我们有一些外国的同事来交融 然后我们就说 外国不吃鱼头的 嗯 他们鱼头丢的 他们不吃的 直接丢掉 外国 其实外国有很多 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个习惯 我记得 早报之前做过一个视频嘛 就是介绍那个鱼翅 就是西方国家 尤其像是北欧吧 他们吃鲨鱼嘛 他们吃鲨鱼肉的 然后呢 但是因为他们吃鲨鱼肉 可是他们不吃那个鱼翅那个部分啊 所以很多年以来 他们的鱼翅就是砍了就丢掉的 哦 好浪费哦 对 所以后来可能因为有那个贸易交流之后 就发现 原来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是很珍贵的东西 所以 所以他们就有开始运送出来 其实新加坡也有卖鲨鱼肉的 如果你去超市的话 有时候会有 可是因为它是那种很大的鱼类嘛 所以那个Mercury 海鱼 水鱼 特别高 所以孕妇不能吃 水鱼对我们身体的那个 对 所谓的坏处可能还包括什么 对 这个好了我们可以打开 你看 它已经在成形了 OK 不怕那个水滴进去的 不要紧 因为我要做那个酱 反正是要沥掉了 对 我把它沥过来 OK 对 美美的 你看那个鱼 很香 所以这个鱼肉已经基本是好的是吗 已经熟了 OK 不过我要给它的味道完全入味了 所以我还是不要拿出来 嗯 把它焖在里面 我现在 所以重要的是我要做那个酱 啊哈 是用它原来这个汤汁来做 对 所以你看 法国菜像师傅每次做 它真的是每一个步骤 就是考虑到它最后上盘 美不美 嗯 所以不会让其他这些东西放上来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酱 几次做酱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烫蔬菜了 嗯 所以也是要它的蔬菜在里面的味道 嗯 所以原汁原味哈 嗯 所以西餐很多都是靠酱料的哈 嗯 对 我们的酱是每个东西 嗯 其实很多肉啊 鱼啊什么 它的味道 只是那个味道 嗯 可是你要配得对 嗯 就是肉跟鱼的味道配在一起 对的话 那个味道就不同 是 它会就是 鹿鹿鹿鹿鹿 嗯 就是很重要 对 而且我知道很多大厨呢 就会 花很多时间去研制 那个酱料 对对 我们现在有 现在我会研制 中细和平 嗯 嗯 因为我们把 原材料可能 对 食材很多一样嘛 但是酱汁啊 做出来大家的口味都不一样 对 对 因为它小粒啊 所以它很快就很熟 嗯 所以我们可以关慢火 慢慢熬 慢慢熬 大概是熬两分钟这样 熬两分钟 熬两分钟我们就可以把它 倒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 再用这个汁 我 我会 用那个 potato flour 嗯 我不用熬三分钟 为什么呢 熬三分钟 你放它 它会整个会 blur 它没有这么shining OK 所以你用 potato flour 你放下去 它整个汁会很亮丽 又很滑 就不会那么浑浊 不会 西方跟中方文 那个饮食不一样 对 是 所以最后你刚 你刚刚掏出来的那些 珍珠会用吗 会 会在盘上面 会 我会少在咖啡上面 可是我们会不会考虑到 要不把这个珍珠煮的珍珠 我自己叫它叫珍珠 蔬菜珍珠 就是 会不会怕它煮太熟 不会 就是我们有两分钟就好 OK 两分钟就好 我每次看Chef做东西 就很干净 你知道吗 因为它所有的东西就是 很整齐的那个感觉 其实很多Chef都是这样的 他们一边做一边就开始收拾 你看 对 对 那个法式餐点就感觉 从准备开始它就很精致 是 因为我们有程序 一层一层很失去 这样才不会乱 刚才说到那个水银 它是一个重金属 重金属 所以如果它的分量在我们的身体里太高的话 会有黄金属 你看 我们现在熬 它会越来越咸 所以我们要加少许的水 要加少许的水 越煮越咸 会咸的 对 也是因为你的孕妇 因为他们有一个小宝宝 如果水银如果过高的话 对那个宝宝的发育成长 都是不好的 所以孕妇不能吃 普通的人也不建议一个礼拜吃太多 虾鱼的话 好的 虾鱼不就觉得肉硬了一些 可是有些人又喜欢那种 脆脆的感觉 对 它有点像猪肉 猪肉 好像那个豆腐也是 豆腐也是 它是雪红色 可是当你煎的时候 它变成猪肉颜色 不过我们通常吃豆腐 我们多数都是半熟 我们不会做全熟 嗯 但是如果你要做半熟的话 它是需要那种 所谓的sashimi great 还是什么吗 还是不用 不用 因为我们法国 做我们有一道非常出名的就是 我们用black pepper crush black peppercrush 跟少许的盐 唱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会把整条 整条那个 豆腐鱼 把它固定在那个 豆腐上面 然后我们才拿去煎 煎四面就好了 就可以吃了 所以需要很厚的一层吗 大概是这么厚 就是那个外面裹的那个粉 是好像我们做blackcrumb这样 把它包到秘密 不用 不用 只要涂上去的感觉 涂上去就好了 那你要去煎四面 它意味着好像四方形 你煎四面 你就可以吃了 大家可以试一下 当你切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豆腐熟 然后中间它是黑色的 其实什么肉类 它们的中间其实是steerol的 没有细菌 这好 两分钟好了 然后strain好 只要外面煮熟就可以了 对 所以有些鱼肉好像那个tuner 厚一点的中间 师傅讲的是可以 因为我大概就三文鱼 我比较常会接触到 就是它们不会把里面煮熟透 因为它如果到里面煮熟透的话 外面就已经太硬了 说什么都好 一定要尝试 taste ok 因为你没有taste 你不懂它浓度到哪里 ok 对 你自己要试味很重要 对 等一下我们加少许的marine 所以你刚刚没有放完 是因为你在试味的时候 才来决定说 我要不要再加多一点的意思 对 ok 师傅 师傅你自己在家做菜 或在厨房 自己的厨房做菜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习惯 好像我知道有些医生 很喜欢看 开交响乐做手术 你做菜有什么特别的习惯 我做菜 我听习惯是说一定要按部就班 就是你东西要摆美美 才可以开始做 摆美美 东西没有摆出来你做不了菜 没有摆我好像缺少了 好像东西用 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好 我已经习惯是把东西做整齐先 做整齐我才来做 OK 我们做一半 一面做一面洗 在家也是这样 也是一样 ok 我们这个可以打少许的芡 ok 记得这个芡不要太多 大概是一汤匙芡 两汤匙这样 就不要一次过加碗 不可以 因为一次过加碗 它会沉淀 ok 它会太厚 甚至很难处理 ok 看它已经慢慢浓了 所以我们自己在看它越来越浓 到那个稠度差不多了 也不一定我调的都要全部加进去的意思 对 好了稠度你看它是浓的 ok 很香 等一下 好像一个 Chemist 有人曾经说过 煮饭好像 Chemistry reaction 这样 就看什么比较适合 怎样制造化学效应 嗯 然后烹调出好吃的东西 对 最尽量 在摆盘的时候 嗯 尽量它的汁不要 不要丢进去 ok 先给它弄干一点点 对 弄干净 你看上面还是脆的 对 对 可是师傅我们这样做 会不会那个 那个 就是 就是 味道 因为你只进一半嘛 会不会味道只在下面那一半呢 嗯 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不会 因为我要吃 哦 味道的 ok 大家看到刚刚师傅讲 就是上面这边 还是脆的 对 它下面虽然软了一点 因为要泡在那个汤汁里面 我们有汁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 我们有这个汁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 鲍鲍鱼 所以它的味道会呈现出来 ok ok 好 第一我就是要摆盘 就是把 一样把它放中间 嗯 汤汁先准备 对 马上这道菜变很高级起来 马上这道菜变很高级起来 对 白盘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就把它的底层放下面 对 所以其实你知道 有的时候我去逛街的时候 我很喜欢看那种 就是餐具 看那个盘子啊 然后就想像可以 可以怎样摆盘 好 我们再放少许的汁在上面 嗯 那在日本他们也是用那个 鲍鱼 嗯 哦 不过你要放那个 他们用那个 叫什么 鲍鱼 啊 鲍鱼 OK 好了 我们就可以 用 我不知道现在你说 鲍鱼不能常吃 但是我觉得 它真的是很容易吃 然后家里的小朋友 像我姐姐的孩子们 就是哇 一有鲍鱼的话呢 大家吃鱼吃得特别愉快 是的 我的小女儿就是很喜欢吃鲍鱼 把我吃得很穷 哈哈哈 还好我大女儿喜欢吃三文鱼 那它就没有那么贵 可是你看 两个都是生海鱼啊 是 我们没有天天吃鱼啦 OK 但也不能够是间鱼 所以一天鱼一天小鱼 这样子 其他一样效果是一样的 就一个礼拜有两次吧 然后就餐其他的鱼 好像小孩子 我们都喜欢喂鱼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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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这是中式的 然后我们再把它做得比较精细一点 再把那个汤汁弄得比较浓稠一些些 然后就可以当成一个西餐这样的摆盘 对 这一盘在那个西餐厅至少要二三十块 三十多 三十多块 雪鱼应该 三十五这样大概 三十五块 我们可以自己在家做 再家做就比较省一点 是 来我们先让镜头拍一下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要让这个 在线上的朋友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道菜 当然我们就是这段时间 就不断的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不同的食谱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家里做 因为我觉得像师傅自己讲 就是为什么这么积极的去在人鞋上课 大家下来如果人鞋开始有课的时候 可以去找这个Chef Tan 因为Chef很喜欢跟大家分享 因为Chef自己是 我觉得当这个学徒是很苦的 很苦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不是没有一方的毅力 所以你很难带下去 你做学徒的时候 当然 他不可能马上给你做 切葱切蒜 所以你一定要切蒜 做巴斯利 不然就是你要去扛货 他的货都比我高 每天要扛两桶车 一天要扛 比如米一包五十 你要扛四包米 然后油 这些都是我们做学徒要去做的 可是Chef这么多年累积了很多的食谱 所以他就说想要把好的东西介绍给大家 因为大家自己在家里做 第一可能按照自己的口味可以做一些调整 然后又可以做得更加健康一些些 所以他很积极地在受课 所以大家可以到onepa.sg的网站上 去了解下来Chef会什么时候开课 Chef现在有资料了吗 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上课了吗 我刚收到课是应该过了七月底吧 过了七月底 不过大家别担心 就是这两天 这整个礼拜我们都跟Chef学做菜 然后呢在这个PA courses的面部上 其实也有很多的食谱 还有课程让大家去学习的 因为我们不着急 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回到这个正轨当中 让我们可以回到常态当中 像运动员现在也是 没有办法集合在一起练习 有些运动员已经开始训练了 当然也有social distancing 每次只能五个人练 包括教练 所以那个bubble是比较小一点 可是因为已经两个月没有练了 所以回去练的时候很多就开始 因为那个肌肉啊开始有 所以就有一点小损伤了 就像我这样啊 在向恒发展 向恒发展 因为Chef说 他过去两个多月呢 就一直在家里做菜嘛 然后做到家里 儿子都跟他说 爸爸们你不要再做了 因为我一直在向恒发展 我们还是不要做菜做运动 我他一直吃到我怕了 你煮啊 我们吃不停 然后我们又向恒发展 变成他们现在啊 我煮 平时我煮三杯饭啊 现在变成一杯半的饭就好了 Chef 我跟你讲 你要跟你儿子说 早上七点起来跟我们一起做运动 每天都做 那就不怕了 对 然后呢 没关系 这个视频一直在线上 对 大家可以随时呢 回到我们的早报啊 新鸣啊 晚报啊 或者九月三好FM的Fan Page呢 来回看这个视频 那你随时呢 都可以去上课 然后反正就是保持这个活动量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呢 还是提醒大家 就是尽量的留在家里 对 不要到处去啦 除了上班啊 因为我们是要让经济重启嘛 大家不要急着到处跑 对 这样子的话呢 比较安全一些些 那要麻烦这个Chef来给我们 我帮你分一点点 分一点就好 我可以闻到那个Bonito Flake的味道 嗯 来 是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 不要到处跑 你看好的雪鱼 你一刮它就下来了 你看 你一刮它就 整片整片下来了 我们的观众看不到 来你再示范一下 好的雪鱼 你在处理它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子 你看它一片一片掉下来了 对 一片一片掉下来了 看一片一片吗 看得到吗 这个一片一片掉下来了 对 所以它很容易分开 对 因为它很新鲜 来一次 好 要吃珍珠 要吃珍珠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Chef 特别我们做的这个味噌雪鱼 我给你一个酱子嘛 好 要加汤汁 好 是味噌的酱料 这真的有一点不一样 它是比较亮 比较glazy的感觉 而且如果你 从头跟到尾的话 你发现 Chef今天不只是那个 食材是中西合并 它连处理的方式都是中西合并的 对 前面是比较Asian style 最前面的那个部分 香煎 后面我们就是配了西餐的 好像点缀啊 方法这些 对 好 你看看那个 一片一片的 那个肉分明 就是刚刚Chef讲的 我吃了 对 很漂亮 好 试吃一下 这鲜鱼它入口计划 嗯 它会瞄在你的嘴巴里 对 嗯 吃得出那个鲜鱼的 嗯 对 可是也吃得出那个味道 味道 不会太强 不会 我原以为 我吃到那个味道 会是很 很日式的那个 嗯 那个菜肴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处理之后 它没有很日本的感觉 对 对 因为我只把它淡化掉 嗯 把它淡化了 可是它又融合得很棒 嗯 嗯 那个菜也是刚熟 所以两分钟是对的 嗯 好吃 我还可以加其他什么蔬菜吗 你可以啊 Cucumber 你可以加Capsicum 哦 灯笼椒 可是就不会圆了啦 啊 你可以 灯状你可以切Diamond Shape Diamond Shape 不然就切Cube Rasmo Q 嗯 小范子 一加灯笼椒不错了 因为 现在我们看到橙绿 黄嘛 对 还有一个红 对 加一点红色的灯笼椒 你看看过黑色的灯笼椒吗 没有 有黑色的 味道一样的吗 一样 不过它煮出来 就变成金色 嗯 煮了变绿色的 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它的色素掉了 或是基因改造 不是 很少有啦 嗯 在我们餐馆才可以看到 就比较高级的菜 嗯 而且这道菜呢 它有一个 对 因为我们刚刚吃到那个鱼 它真的是外层的 是有点脆脆的 嗯 你懂哪一种鱼最丑的吗 小丑鱼 不是 小丑鱼一点丑 嗯 小丑鱼 嗯 它来的时候已经 没有看到头 嗯 整掉身体 嗯 这个鱼 我们要处理就是 它是有点像 鰻鱼这样 嗯 可是它的 它中间有个 所以很难要处理 嗯 每次来都是 看不到头 嗯 然后我做了这么久 就觉得很奇妙 为什么没有头的啊 然后我就跟了 我那个宣伴者讲 可以 给我看整只头吗 然后他就回答 Chef 你肯定你要看吗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它真的不好看啊 哇 他说 我说我要看 因为我没有看过嘛 OK可以我拿一条 没有看 哇 真的是很丑 它的样子好像 细节僵尸 啊 那个样子 可是它好不好吃 它的肉超滑 OK 怎么拼 Munk fish Munk Munk fish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Munk fish 长什么样子 可是它也是生海鱼吗 生海鱼 所以也是很有营养的 对 嗯 它的口感比这个更好 啊 更滑 OK 是 大家可以留意到 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节目当中呢 就是不同的这个师傅 像这个Chef Tan 这个礼拜 好几天都给我们分享了 好多很有趣的这个资讯啊 嗯 像刚刚提到这个Monk fish 你们真的可以去 还真的 还真的 还真的是不是很好看 小编会把它贴给你们看 看起来很凶的一条鱼 很恐怖啊 嗯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 现在因为生活很便利 很多东西都工厂已经处理过了 对 我不需要看 但是呢 你不需要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可是你要知道你吃下去的东西到底好不好 对你的身体好不好 有没有营养价值 你可以上网到这个 go.gov.sg slash active health 去了解怎么样吃出健康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了 像你是营养师 你肯定更加注重这个 因为尤其冠病 大家都在说 我们要怎么 要怎样预防啊 其实最后还是回到我们身体的基础 是 所以我每次说 因为冠病 我们每次在家嘛 关在家里 所以一定要晒太阳 有维他命D 然后因为我们要我们的免疫系统 比较提高的话 就要吃很多的不同的蔬菜水果 越多颜色越好 好像berries啊 蓝莓啊 草莓啊 橙啊 之类的 越多不同颜色 你的维他命吸收的就越不一样 是 那中年人呢 中年人 对中年人 因为中年人我觉得它会退化 尤其是我们的骨 对 所以钙也要吃多 可是我们中 亚洲人啊 就是对奶 比较不能 tolerate 对 比较多人有这种情况 有有种 所以我建议啦 如果想多 提高钙的摄取的话 就吃多一点 我们的ikambilis 它的钙也是高 或者吃sardines 钙也高 好像我们普通 煮汤的时候 煮久一点 让那个骨里面的那些钙都出来 快就出来了 对对对 就普通的猪骨这些 鸡骨猪骨多行 或者说我们熬那个姜鱼仔汤 什么也是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西方 亚洲人啦 因为不能喝奶嘛 所以我们 有其他的不一样的饮食 来帮助我们的健康 对对 像我就特别喜欢姜鱼仔 喜欢姜鱼仔煎蛋 姜鱼仔熬汤 加点黄豆 超好 加黄豆 煮汤 你是说 它有点像让豆腐 对 所以大家保持健康很重要 不要忘记了 每天我们都有陈运了 尤其是年长的朋友 我们还是在提醒 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尽量的留在家里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情况 还是年长者真的如果说 染上冠病的话 这个身体的反应 加上如果有肠肌疾病的话 可能就会有更激烈的一些情况了 所以要好好的保护你 所以希望你再忍一忍 家里妈妈说 我已经三个月了 你还要我留在家里 还是不可以让我去巴沙 我说可以去 但是我们选 那个非高峰时段去 我们选人没那么多的时候 因为现在其实 大家回去工作了嘛 所以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 就是非繁忙时段的 所以选择那样的时间去了 现在真的还是要小心 因为我们这次开放是因为经济嘛 但是如果大家没有去注意安全啊 各方面 我们社区的感染如果再回来的话 可能我们要进入阻断措施了 我们都不要这样对不对 我们希望赶快回复这个常态 所以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加油 继续的 每一天跟我们一起过生活 再次的谢谢Chef Tan 谢谢谢谢Lian 谢谢 拜拜 拜拜